你准备好,如何进入阿卡西图书馆?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追踪通知,我每日会准时12点和你见面 好了,今天我想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阿卡西记录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讯息讯录 讯息其实是一种能量或是光或是意识 每一粒粒子,微粒子,微微粒子 一切一切都被称为意识形态存在 阿卡西记录是存在于宇宙中 所有的资讯和资料库的中心 阿卡西记录这个名词是代称 可以理解为宇宙级的图书馆 又或者网络云端的资料库 它以全式投影式的格式去运作 存在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面 也就是正正在阅读你自己的内在 任何人内在探索的都可以发现这个资料库 然后你就可以联系上这个资料库去开采 探索读取任何你想需要的资讯 以我们从阿卡西记录可以拿到这个讯息的过程 并不是以说话或者是短讯 又或者是我送一个email给你 又或者是任何物理性的方式去拿到 而是会直接由这个能量感知 觉知心灵感应等等的方式去传书 进入阿卡西记录呢 是自己是需要较高的震动频率的 那好了 那怎样利用这个水晶去帮助呢 才可以达到这个阿卡西图书馆呢 好了 那我会建议用这个天是彩虹信息水晶 天是信息水晶呢 可以强化这个光啊 亦都是可以激发灵感 因为这个光的能量呢 结合了银分子 可以加强对精神方面的影响 银有助于呢 提升我们的创造力呢 感性呢 和超自然力的 那用阿卡西记录的方法呢 进入和读取的资料呢 通常呢 是透过呢 调整意识的振频啦 比如呢 我们说呢 正心 冥想啦 禅定啦 静坐啦 又或者是任何 身心完全 投入当下正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可以呢 进入这个呢 频率的状态 继续呢 下载 就是下载 下载我们想要的资讯 至于 怎样去下载下载这些讯息呢 当然要参加我Peter Sir 在六月份 阿卡西水晶体验课程 到时呢 我就会教大家 怎样去做的了 Peter Sir 你在阿卡西图书馆 看到些什么呀 我看到 我自己的 前世纪一些的景象 真的吗 是啊 是啊 在六月份呢 我会举行这个阿卡西体验的课程 到时呢 我会带领你们呢 一起去体验阿卡西的图书馆 我报名啊 我报名啊 你不行 我继续了